我之前在森林 滑巴也是有道歧途的戲啦 期待 期待 你說期待 我騙待 我們又有最新的滑巴劇可以追了 而且這一次呢 這個光是片名就好可愛 你們看看 我今天是小豬搭配小兔 我們來歡迎 最新的三隻小豬的逆襲的 三位主角 嗨 大家好 我是林森宇豪 我在三隻小豬逆襲裡面 飾演的是豬小諾 就是三弟 你要感覺到什麼嗎 就是… 知道感覺到什麼 我的心跳在加速 我是魏曼 我飾演的是豬小芸 我是三隻小豬裡面的大姐 我的人生就是一張沒有額度的黑卡 所以今天 只要你們帶的回去 偷偷我豬小芸買單 旁邊這位呢 那大家要小心我 嗨 大家好 我是孫千元 我在三隻小豬的逆襲裡面 飾演的是游大海 那是一個野狼小弟 誰啊 身為再全人 我要接管這棟建築 我給你們放個小時的時間 收拾自己的隨身私人物品 你是不是搞錯了 我想先這樣 我以為要過去了 所以 狼 豬 在這兒 真的 那我們兩邊應該都要怕狼 對 我們要去可愛動物區 真的可愛動物區 來來來來來 欸 我很放棄這個三隻小豬的逆襲啊 就是 他跟原版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三隻小豬 不是有任何關係嗎 其實我們那時候也在討論說 像我是 茅草屋啊 然後你是 然後我住在金磚屋裡面 金磚屋 所以你的是 最堅強的那個房子 我不是最堅強 我是最會花錢的那個房子 因為我們家很有錢 爸爸很有錢 我們現在是爆發部的那一種 我女婿要送我女兒禮物 叫我這個做仗人的買單 是投資 投資 你女兒的幸福 然後所以當我們的這些 我們以為蓋得好好的房子 被吹倒之後啊 然後我們到底會經歷過什麼 那樣的波折 就其實在故事就很緊張 以後我們要住在哪裡 回到原點 原點啊 原點 原點在哪 所以你是吹倒他們的 其實也不算吹倒 就是我們有一些恩怨情仇 等於是我和接管了他們家的 就是整間試驗 對 因為他們出現了一些財務危機嘛 那我跟那個船哥裡面演的角色 就是我們是非常年輕有為的青年 我們會做一些投資 就是這種 已經是CEO等級的 所以我們把他們家整個就是 等於是收購 用很高的價錢收購 最高價收購 伸出我們的狼爪 對 這狼爪有身上的身上嗎 沒有 之後會 之後會有一些 但是我身上會 沒有啦 樓大海 對不起 這個B隊 這個B隊 他們都是劈著豬的啦 對 是齁 然後你是在劈著牢 劈著豬嗎 是怎樣 低溝的那種 所以你們沒有很勤現 蛤 我們 我們現在是仇人 目前是仇人 應該是仇人嘛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期待自己未來的時度可以到哪裡 怎麼會突然變成 時度是指那個 要看牆就搶了嗎 對對對 想吃穿 對 因為我還想要看動物達腕鬥 老闆應該就是合家觀賞是不可能會有任何尺度上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看過動物方程式 有有有有有 兔子跟狼 是可以在一起的 我在 不是 是狐狸跟兔子 狐狸跟兔子 對對對 跨物種是可以在一起的 對對對 我之前在山里 滑吧也是有大使徒德系啦 我有過 也是有 床系 然後也是有裸上半生的 期待 期待 你說期待 別帶 他之前有看那個 黃維廷 維廷姐 那一次我們也是 好棒好 好棒好 天啊 天啊 那弟弟呢 弟弟顏值這麼 這麼可愛 你說在山里 山里還是在外面 山里我是第一次 第一次合作 你打掃在那邊雞貓子喊叫什麼 爸 你該幫我叫姊姊出來 快點 這天在上廁所 你吹什麼吹 我們現在就只有一間廁所 如果它再不出來 我會得尿毒症 我有個好辦法 就是被久久懲罰表 試試看 很有效 久久懲罰 媽媽我連久久誰說 都來不及了我 其實剛剛姐姐為賣 你剛剛講說 你是住在金磚屋裡 也是一個花錢流的 對 對 本身家裡很有錢 但是我也就是用 錢在交朋友 然後用錢養老公 對 就姐妹如果說失戀啊 或是老公去養小三 我就帶姐妹們包下 Tiffany讓他們買到爽 反正整個百貨都是我們家的 現實生活中 你認識這樣的人嗎 我沒有那麼緊密認識這樣的人 多失望 不認識這樣 不認識的話介紹一下 所以這個角色 會不會跟你自己本身的反差很大 我覺得跟我本身是反差蠻大 因為我在看劇本的時候 是沒有很喜歡這個 那些台詞 因為像他的台詞就會講說 就是 哎呀我就是家裡有錢 爸爸有錢 然後老公又疼我 我就是天生命這麼好 蛤你老公不知道你昨天捲頭髮喔 那我沒有辦法體會 你知道嗎 我多了兩根睫毛 我老公晚上就發現了 想吃 就是很想打我這樣子 哎呀我就是命比較好啦 我們家有錢 我老公對我又好 我就是幸運啊 對 那私底下真的完全不是這樣的 對 所以後來破產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活該 但是朱曉筠她一開始破產 還是堅持要去購物啊 買一些東西 然後就會被她肚丟到 所以她就 我們在預告就看到她就 嗆我就說你家都這樣子了 你怎麼還這樣 而且內心百貨已經是我的了 一直是裡面的營運管理長之類的 A什麼的 A-Ris 什麼什麼 喂 那個A什麼長的啊 什麼是你啊 你還欠我五十分鐘 記得嗎 你是鬼是不是 還陰魂不散了 都多久還在跟我講這個 陰魂不散 那 幸福 我可是VVVVIP 想要客氣一點啊 小心我的客宿 親愛的VVVVIP大小姐 有什麼可以為您服務的嗎 是 喂 就是二姐跟 跟我有點不一樣 就是她以前小時候 其實是有待過舊家的 只是她不願意去面對 你以前那個樣子 對對對 爸爸白手起家 對 爸爸白手起家 然後像 那二姐啊或者甚至我 然後其實我們都是 完全沒有在人間待過 我們都在 你出生就在天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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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我的部分呢 反而就是 如果說她是金磚堆起來 那我就是 電腦鍵盤堆起來 這樣 跟家這樣 失去那些東西 整個價值觀 其實都沒辦法 以時之間轉過來 所以就會鬧很多笑話 就想說 欸 我如果去打工的話 那我應該 來 月薪十五萬是很正常的事情 奇怪 很難嗎 就 我 今天呢 就撿到了客人的十五萬塊 它不見了 然後 我就說我要 10%當獎金 嗯 你撿到人家十五萬 哦 嗯 我覺得蠻有挑戰性的 因為沒有附有過 欸 那你們還沒有介紹到二姐 因為二姐沒有在現場 對 所以你是茅草無盡 不知道說那二姐就會是 二姐應該 就是 李承了吧 就是 他要的不是我們的 他要的是大家 是高不可怕的境界 他要繼承 他要繼承爸爸的事業 所以爸爸就是破產之後 他很受傷 他覺得說 你為什麼不相信我 我可以幫你啊 為什麼就直接 甚至他覺得婚姻是最好的投資 所以在任何就是交朋友的時候 他都會 交男朋友的時候 都會先問他說 你能不能繼承你爸的功夫 你能繼承你跟你結婚 我就跟你結婚 哇賽這個 這種告白也太現實了 他的資金短缺 為什麼不先跟我上來 收拾你最重要的東西 走吧 我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李承 他到底就那麼不值得信任嗎 所以你們會形容他是住在什麼屋裡 鋼鐵屋吧 鋼鐵屋啊 他感覺無間不吹的內在 就是李承你好了 呵呵呵 你聽起來就是宅男 對 你會形容自己 就是在戲裡面講 那是宅男的滷蛇 其實宅男跟滷蛇 我覺得跟 跟 草莓族比較對 嗯 因為就是被媽媽寵愛嘛 對 然後其實交朋友的唯一方式 也就是 拿一張 卡 然後 也是一樣跟大姐一樣 用大姐姐一樣 就是刷所有朋友的花費 未來這邊一年的所有花費 我全包了 舒小夢 那你現實生活中有這麼宅的移民嗎 因為他其實是喜歡打電動 對 他其實喜歡打電動 我其實小時候很喜歡 就是很喜歡 在電動上面跟我爸交流 因為我爸以前小時候是軍員 所以他們比較沒有回家 所以你爸沒時間回家 但是你直接打電動 就是他們晚上的時候下班的時候 就至少有一個小時 就在外面打電動 因為以前沒有Line嘛 以前就是只能打電話 所以你就是 資深網友 最高紀錄 宅在家有多久 打電動嗎 嗯 我爸媽有一次去台北 然後只有我一個人在家 我就從早上6點 到晚上10點 這樣上來 這很誇張欸 然後就被騙了 因為我在網路上賣 賣月卡 我們最後有個 有趣的小遊戲要跟大家玩 好 好 你們可以在騙子兩分鐘之內 蓋自己的房子 然後看看時間到了 兩分鐘到了之後 你們三個猜拳 最贏的人可以選一個人去挑戰 然後只能打一拳看打動 好 好 等一下 今天開始 應該這邊是不是快轉開 等一下 我想要 我知道了 我剛剛有 好 給你 好啦 我們要開一點 不錯 欸 你們 這兩邊 大家都超多 大家差不多 兩分鐘都還沒有到 大家就已經蓋好了 就已經 因為這兩個 我打一定有掉下來就 就已經 要全倒嗎 還是有倒就算 有倒就算 因為你只能打一拳 而且我們現在 改成打雙槍那樣子 可是我的 我們兩個都是房子 剛剛裡面住了12個人 住了12個人 住了一個 那個足球隊 所以我就是 加了一個棺材 來 你們三個先猜拳 然後贏的那個人 可以先出雙槍 先抓到石頭 不 好 抓到石頭 不 好 果然是 大姐最贏 你要挑戰誰的房子 你覺得誰的房子 看起來是最容易被打 請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任何精彩內容 隨時上架 我們下回再見 我們下班 京